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2024年世界女排联赛 5月18日晨迎来焦点战 中国女排与加拿大女排交锋 双方是奥运名额的关键竞争者 此番激烈争夺 中国女排在小诸葛蔡斌的率领下 以总比分1比3不敌加拿大 世界排名被扣11点01分 再度下滑到第七 中国女排此前连续击败韩国、美国 合计斩获世界排名10点06分 冲击奥运席位处于有力位置 不过后续赛程还比较多 中国女排还需要全力以赴 加拿大队先是输给巴西 被扣2点85分 接着横扫多米尼加斩获13点1分 前两场实际获得10点25分 大幅缩小与河南的差距 本场双方激烈角逐 中国女排1比3不敌加拿大 世界排名将被扣除11点01分 之前两场赢球的积分都不够填补 世界排名下滑到第七名 本场中国女排被对手的发球冲击得厉害 使得一传稳定性不够 而篮网端的效果也不太好 反被对手多次拦住 本场李盈获砍下23分 龚翔宇得到15分 吴孟杰12分 可惜全都沦为空砍 加拿大队范莱克24分 全场最高 格雷得到20分 此役是双方历史第八次交锋 以往交战中国女排 五胜二服占优 最近的交锋是2023年的奥运资格赛 当时中国队2比3不敌对手 本场比赛在巴西里约热内卢 比马拉卡纳体育馆进行 第一裁判沃尔特渔果来自秘鲁 第二裁判卡多安德森来自东道主巴西 开场加拿大连得2分 中国队快速得分追平 接着加拿大队连续强势发挥 快速取得7比3领先 中国队被迫较暂停 此后 吴孟杰连续强势发挥 中国队快速追到7平 接着双方形成相持 交替得分到11平 又连续交着到16平 之后加拿大队连砍3分 打破平衡 暂停后 李盈盈引领反击 追到20比21 接着加拿大以24比21拿到局点 以25比22赢得首局 第二局还是加拿大先得分 王远远轻调加李盈盈发球得分3比1反超 接着中国队连续发球 冲击对手 改写比分到7比3领先打停对手 此后 加拿大队依然失误偏多 中国女排领先到12比6 接着李盈盈引领持续压制到15比6 又稳住优势到18比10 之后加拿大追到16比20 关键李盈盈4号位强打 中国队以24比19拿到局点 并以25比20有惊无险拿下 第三局加拿大先得分 且直接3比0领先 接着李盈盈 吴梦杰接力得分追到4平 袁新月 龚翔与龚南结合 中国队领先到10比6 此后 加拿大队连得6分以12比10反超 郑义新得分暂时稳住 接着 加拿大保持领先到16比14 中国队缓过进来 追到17平 之后 加拿大连得3分领先 中国队跟住到22平 接着 加拿大24比22拿到局点 并以25比22赢得第三局 第三局中国队4比1领先 可是没稳住被加拿大追到5平 接着 中国队又出现失配 加拿大8比7反超 之后 龚翔与李盈盈连续得分压制 中国女排13比9重新领先 接着 加拿大连追3分 中国队暂停后 连得4分到17比12 此后 加拿大连续挑战角局 不知不觉 追到20平 接着 加拿大女排连续强势 以24比22拿到赛点 并以25比22终结比赛 中国女排首发 李盈盈主公 吴孟杰主公 袁新月副公 王元苑副公 龚翔宇接应 凋铃宇二传 王孟杰 自由人 加拿大女排首发 格雷主公 约翰逊主公 怀特副公 马格里奥副公 范奈克 接应 布里金 二传 莫尔曼 自由人 这场比赛 加拿大女排的 求生欲望 还是非常强的 目前 他们还是有机会 打进奥运会 决赛圈的比赛 尤其是在 荷兰队输球之后 这个希望 正在变得逐渐更大 所以 这场比赛 他们拼的 也是非常的凶 蔡斌并没有像 赛前媒体 和球迷预料的那样 在首发里边 做出调整 上一场比赛 表现比较糟糕的 首发主公手 拿到零分的吴孟杰 在本场比赛 依然是拿到了 首发的位置 大家之所以觉得 吴孟杰会被调出 首发阵容 一方面 是他自己的表现 不尽如人意 另一方面 上一场比赛 在第一局中段 替补他上场的 王云露的表现 非常的出色 所以大家觉得 王云露这场比赛 有可能会首发 后面再给 吴孟杰机会 但是没想到 吴孟杰在这场比赛里边 依然是拿到了 首发的机会 并且表现明显 也要比上一场打美国队 会更好一些 吴孟杰和王云露 两个人 在国际排谈 尤其是面对一些 实力比较强的 球队的时候 在进攻当中 都比较有一个 很大的问题 他们在联赛里边的 中路强攻 拿到国际上 是没什么用的 更多的 还是要打小 吴孟杰比较擅长的 就是打对手的 结合步 利用对手 移动慢额问题得分 而王云露 比较适合打掉球 两人在进攻当中 都有致命的短板 但是王云露 在比赛经验 一转 组织 防守方面 要比吴孟杰 更好一些 此前 2024年 女排失联赛 土耳其安塔利亚战 结束了两场比赛 日本 波兰两支强队 都分别战胜 各自对手 德国 法国 继续保持不败 随着日本 波兰拿下比赛 他们的世界排名 也直逼中国队 尤其是波兰 战略第六和中国之间 只有一分的差距 日本女排本轮对手 是德国队 此前 日本已经分别战胜 土耳其 保加利亚 收获二胜 德国则是输给意大利 战胜法国 拿到一胜一负 从继战术打法上来看 两队的战术风格类似 虽然德国队是欧洲队伍 但他们的强攻实力并不强 靠的也是整体 素有欧洲日本队支撑 全场比赛 日本女排靠着顽强的防守 和细腻的小球串联 老老掌握着场上主动拳 三局比分分别为 25比21 25比15 25比22 根据技术统计 日本在扣球 篮网上和领先对手 分别是51比42和5比3 发球双方旗鼓相当 对手失误方面 日本9次 德国15次 个人得分上 古赫沙琳娜43口 16中25 效率35.56% 外加2到2发 拿到20分 石川真佑 30口 17中25 效率50% 外加1发 拿到18分 林琴代18扣10 中115 效率50% 外加1来1发 拿到12分 德国维策尔13分 德鲁尿克12分 阿尔斯梅尔 斯蒂格罗特 各6分 拿下德国后 日本女排世界积分增长了5.47分 再加上赢保加利亚2.74分和爆冷土耳其的9.9分 日本队现在积分是323.30分 赞列第八 和意大利之间的差距只有7分 和波兰 中国之间的积分差距是15分比16分 日本和中国队是亚洲区名额的直接竞争对手 试联赛结束后 谁的世界排名靠前 谁将代表亚洲身家巴黎奥运 土耳其安塔利亚战的另一场比赛中 实力强劲的波兰队横扫生班马法国赢得两连胜 三局比分是25比20 25比16 25比17 此役 波兰篮网14比6领先 进攻39比26领先 队长副攻克尔内卢克拿到全场最高的15分 加尔科夫斯卡14分 卢卡西克10分 法国接应罗塔尔拿到本方最高的10分 波兰由于已经拿到奥运资格 尽管和中国女排的世界排名仅差一位 但也不会影响到中国队的晋级形势 按照规定 中国队先要和日本比排名 争夺亚洲居民额 接着还可以通过世界排名 来争夺最后三张门票 故而中国队入围的概率还是相当的大